你們應該不會跟他講說 麻煩等一下你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你都要跟我講兩次 其中有一次受到干擾 我就要請你重講 原本聽力測驗是設計只會要播一次 即使有一次不清晰 其實它還是符合我們剛剛所說的 只要兩次裡面有一次清晰 除非兩次都不清晰 我們才會需要啟動重播的這個程序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簡章上面的說明 簡章上面第三部分 一至二的刮鬍式裡面 其中有第二點第三點 我直接唸給各位聽 如果遇到設備播放設備故障的時候 將由監視委員立即通知事務中心 在更換設備之後會重新播放試題 然後繼續進行考試 第三點 如果遇到兩次試題播放 均受到短暫干擾 然後導致無法聽清楚或完整聆聽試題內容的時候 將由監視委員依照試題播放紀錄表 在當天英語聽力考試結束後 重播受干擾的試題來進行補救 為什麼是兩次都受到干擾 我們在跟外國人溝通的時候 你們應該不會跟他講說 麻煩等一下你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你都要跟我講兩次 其中有一次受到干擾我就要請你重講 大概不會是這樣 原本聽力測驗是設計只會要播一次 只是因為當我們只播一次 然後只要這一次受到干擾就立刻重播 那我們會擔心太常常要重播的 就變得聽力測驗一直都在重播 因為考試的過程當中 外面有卡車轉彎的時候的聲音 都會有那個播音的聲音 離掌廣播或是靠近馬路或靠近哪邊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聽力測驗都一直要求 所有的教室門窗要關閉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安靜的環境 然後音量盡量放大聲一點 都是希望控制這個狀況 但是還是擔心說 只播一次太容易造成干擾 所以我們乾脆就要求老師在播的 就是我們在錄音的時候就播兩次 這樣可以避免說 萬一一次沒播清楚 然後我至少第二次還有機會可以播清楚 那彰化這個考驅 其實我們有了解的所有的狀況 因為我們在做這種程序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請考驅把詳細的資訊都提供給我們 我們才能夠做判斷 那我們收到的狀況是 確實他在當場的時候 因為他播完第三題的時候 發現那個播音設備有出現異常 所以符合我們剛剛講的程序 第二個條件 當你有播放異常的時候 就要趕快更改設備 那更改設備去播放以後 他就從第四題開始播放了 然後播放的訊息就是都清楚了 然後一直播放到後面 但是播放到第19跟20題的時候 剛好19題的第二次跟20題的第一次有遭遇到 那個下課的中生就是那個考試結束那個中生 那雖然說門窗都已經關緊閉 那但是那個中生可能會有一點影響 所以我們都會要求所有監視委員 在每一題播放的時候都要去勾選根據他們 因為他們一個人在前面一個人在後面 去聽他能不能聽清楚裡面的音聽設備的播音內容 那兩個監視委員都一致認為說 雖然有受到中生干擾 他們受到中生干擾他還是會記錄喔 但是他兩次都是勾選清晰 即使有一次不清晰 其實他還是符合我們剛剛所說的 只要兩次裡面有一次清晰 那就達到我們整個播放程序 除非兩次都不清晰我們才會需要啟動重播的這個程序 所以整個程序不但符合這個條件 而且他在結束的時候 因為他們還在重播嘛 還在播第20個21題 尤其第21題 那個這個考區應該是北斗那邊的考區啦 北斗加上 他們就立刻啟動 趕快把這一些有用到重 因為他們都知道哪幾有哪一間有重播 他趕快在兩邊都 就是圍了那個圍欄 然後呢 疏導其他的考生從別的地方進出 然後就已經做好疏導 而且 全部播完以後 我們的標準程序是還會給考生三分鐘的時間 讓他去檢查他剛剛 寫的這些內容還有沒有需要再做一些調整或修改 所以 整個流程我們都去觀察了 考區的 就是考場的記錄 以及所有的這些監視的流程 那發現他其實並沒有 違反 我們所有的流程的修實 所以 依照這種考試公平性的原則 所有的考場通通都是一致的 不是只有彰化考區 其他考區 任何有發生這種情況 都是啟動同樣的機制 所以呢 我們這一次才會做這個決議 以上說明 請出致